鼠蛇人在2023下半年工作圆满,好运且连续不断。 生肖鼠蛇的人深得上天的眷顾,独立性强,学习刻苦,工作认真,生活也非常用心,工作能力很强,在事业上很有追求,也有拼搏精神,鼠蛇人与长相容易发生冲突,特别适合母亲,难与亲密和谐。 所以,父母很难和自己在一个屋檐下长相厮守。 虽然和六亲的缘分浅薄未必不是赛翁师马,但是生活的确不安,劳苦。 在婚恋上则不是一长时间的恋爱,若对自己重义的男人长期考验,则有可能被自己的小姐妹夺走。 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也有难与和谐相处的一面。 未来三天,大运一到,喜鹊来报喜,财运越来越旺,把握好运,赚得金山银山,天天数钱忙。 另外,相对少数生消蛇的人来说,往后运势上升影响到事业运,继而工作顺畅,同时也要清楚,要多学习丰富的多元文化,再穷得只剩下梦的时候,要更努力并坚持下去,通过一番努力,不用多久。 人生简直是想象不到的精彩。 鼠乡主蛇人在下半年工作圆满,好运气连续不断。 趁着与今年陆河相生的好运主推,复兴连续不断地著望自身,贵人经常造访,工作的发展潜力强劲有力。 鼠蛇人生来福贵,无论家庭出身怎样,都是有很远大的志向,尚尽心凸显。 今年鼠蛇人如果在工作岗位上好好的体现自身,使财气获取施放,就能获取领导干部的信任感,未将来开启优良的新格局。 蛇年出世的朋友,聪慧有才干,为人正直自信,大赌风赌翩翩,生肖蛇办事能力强,得益于一生,都有贵人朋友相帮,在未来三天起,有佛祖保佑,赚不完的钱财,好运不停歇,财气往发发。 所有事都顺利,下半年更是喜鹊之头喳喳叫,幸福生活开启,大望特望,涉及任何项目都赚钱。 一夜发财再并不是梦,从天而降红福,生活美满幸福,这就是他们的后半生啊。 鼠蛇的人天生就是一个很沉着的人,他们能用自己的步调处理好每件事情,虽然可能这件事情比较紧急,但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阵脚打乱。 所以,无论任何场合,他们可以站稳脚跟,也不至于落后于别人,在职场上的业绩向来都是名列前茅的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这一生只有三个选择,要么先苦后甜,要么先甜后苦,要么一辈子都痛苦。 很多人会说,到底有没有人一辈子都安稳富贵呢? 当然有,不过是凤毛麟角,一般人基本做不到安稳富贵一辈子。 有些人原生家庭不错,但个人能力不行,所以前半生在享福,后半生在受苦,活得很狼狈。 反之,有些人原生家庭一般,但个人能力和运气都很不错,那他前半生辛劳,后半生享福,这就是他的福气了。 与先甜后苦相比,其实,还是先苦后甜,更让人感觉到幸福。 人,唯有历经半生,知道什么是苦,才能更好地明白什么是甜。 更何况,一个人的命格,如果没有经受生活的磨练,那就有点浅薄了,根本无法承载巨大的财富和福气。 命格真正够硬的人,往往比一般人的福气要多。 要坚信,有这几个特点的人,往往能苦尽甘来,越活越滋润。 苦尽甘来的人,逆伤比一般人要高。 在当代的教育当中,我们往往强调,智商和情商的重要性,可就是没有谈及逆伤。 这,其实就有点本末倒置了。 要知道,这世上99%的人,智商和情商都是差不多的。 唯一有差距的,并非是这两点,而是我们都忽略的逆伤。 何谓逆伤呢? 那就是,我们对于逆境的承受程度,对于苦难的接受程度。 能够历经苦难而不到的人,往往不是一般人,绝大多数都心性坚韧,百折不挠。 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,47岁之前总是打败仗,不是今天被吕布击败,就是明天被曹操追杀在,反正没有成功过一次,五次创业,五次失败。 可是,他还是坚持了下来。 直到48岁那年,遇到了诸葛亮,进而献龙在田,最后割据一方,三分天下有其一。 人,好好地提高自己的逆伤,坚持下去,就有希望。 苦尽甘来的人,都懂得平衡的定律。 其实,这世上有这么一个定律,平衡。 你拥有了什么,那你就会失去什么,一容一哭,从而实现了自然的平衡。 人,为什么要懂得平衡之术呢? 因为人不能走极端,而是需要走中间的道路,让自己一直保持不盈满的状态。 就像一个杯子,如果它装满了水,那它就无法装下其他的东西了。 反之,如果它没有装满水,那它岂不是能装其他的东西吗? 人生,就像是一个杯子,不可能容纳这世间的一切,那我们就只能尽量让它保持平衡。 尤其是遇到巨大的机遇时,要懂得衡量,千万不能一头砸到其中。 有些人的命格真的太浅薄了,根本无法承载巨大的机遇,那他的人生直接就崩盘了。 所以说,人,要有自知之明,知道如何平衡自己的人生追求。 就像阴阳,昼夜和日月,一直在轮转,一直在变幻,从来没有谁能占了主导。 这,才是天道计满,人道计全的真相。 苦尽甘来的人,都能够遇到伯乐。 我们常说尽朱者赤,尽默者黑。 同样的道理,我们靠近有能力,有福气的人,那我们也能变得有能力,有福气。 而我们靠近没能力,还一身没运的人,那我们也会倒霉。 就像跟老板做事,如果有一个懂得开拓市场,而且懂得干实事的老板引领我们做事,那我们又能差到哪里去呢? 有才华的人,遇不到伯乐,遇不到踏实的人,那他就英雄无用武之地。 当然,没有才华的人,任他遇到谁,都没有用。 就像韩信遇到了萧和,萧和用他的一生担保韩信成为了大将军。 这,就是韩信的好运。 否则,韩信也许就难以混出头了。 在这个社会,才华出众的人数不胜数,大城市一抓一大把,可有太多的人,一辈子都狼狈不堪,这就跟他们没有遇到伯乐有关了。 苦尽甘来的人,都懂得魄力结合。 有一位名人说过,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之所以普通且平庸,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破以往的人生的勇气。 修补,其实很简单,就跟补衣服一样,终究会有完全破烂的那一天。 但是,打破它,从而创建新的人生,那就特别不容易了。 就像那些创业成功的企业家,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,而且做哪一个行业都能风生水起呢? 就是因为他们懂得魄力结合。 在这个领域,我能创造属于本领域的思维。 而换了一个领域,那就改变刻板的思维,从而创造出更新的框架。 这,就是既破又立的体现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我们没必要破例太多。 一辈子,能够破例三次就可以了。 年轻的时候一次,中年的时候一次,晚年的时候一次。 福气,不会往思想臣服的人身上聚集,而只会往懂得变通,人生观念的人身上聚拢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。 下期见。